火树银花不夜天,9月30日晚,福州的闽江两岸格外夭劳,一串串灿烂的焰火冲破夜幕,将福州的夜空照亮成一个璀璨的世界。 当天,福建省2019年国庆焰火晚会在福州精彩上演。 焰火晚会共分为五个篇章,记者在现场看到,半个小时的燃放时间内,五彩冰封的梨花在夜空摇曳,一连串眼花缭乱的焰火组合让人目不暇接。 热烈而激情的梨花荡漫天涨放,围观的人们不时发出激动的欢呼,不少人拿出手机相机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。 今天晚上的这个焰火呢,和灯关秀非常的震撼。 然后现场呢,不断播放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些歌曲。 那我祝福我们的这个亲爱的祖国,山更绿,水更清,未来更加美好。 正在福建参访的300余名港澳台同胞也参加了当晚的焰火晚会,与各界群众同赏焰火,同庆新中国七十华党。 我希望还是能带更多的年轻人来到福建参访的地方。 因为很多时候口头上说很难去说服一个人,但是只要他愿意跟我来,来一趟他自己亲身感受,看到他自己感受到的情况,跟他听到的以为的情况是否吻合的时候,就会有所改变。 澳门的年轻人可以来感受一下福建发展,然后变化很大,然后也很多机遇,然后我相信可以带他们多来福建感受一下,然后也可以从中可以发现更多的机遇,然后可以发展的空间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